大家好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个地理人体随机上的经典作品 这个地贺行宝剑出杂 是明代以上书的祖坟 已是明师范叶凤的作品 这个地很多人看过 有人说是杂地 首先 他这个地明堂不大 两边的龙虎 看似逼压 但是 我们从轮头分析 明堂他睡不大 但是明堂以为义法 现在看他的白虎沙用个沙嘴回收 先收青龙的水 面前的青龙在回收 收白虎的水 青龙做安排 虽然是高 但是还是有情 第二点呢 就说他的水法 这个地呢 立贵山丁尖指 他的左边是纯水来 右边的又是积水上堂 符合古山合法 礼器 也是合理也是合理的 还有他的泻法 后面来龙也是针的 来到这里 泻 接在这个乳头上 所以说我们评价一个地 首先一定要看他的来龙真不真 再看他的底气和轮头合不合法度 只要你合法度了 他就是真真正正的好地 如果他里气啊 轮头都不合法度 就算你面前有万重山 这个地是杂的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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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